15号线即将要通车了 春节前市运营 那就没没多长时间了 那离春节过春节二十天都没有 所以这个15号线越来越近了 那带你一起去看一看15号线现在各个站点的情况 啊 你看这个是无中路站 现在媒体上说的比较多的也是这个无中路站 它已经具备了这个运营条件了 你看从这张照片上你都可以看到车站 电梯是吧 那个车厢列车屏蔽门都已经就绪了 所以就等一声号令了 那15号线实际上是从故村公园出来的 我们知道七号线和七号线可以在故村公园换成 当然它也是个南北向的 跟七号线是几乎这个比较的 叫什么平行 但是走的靠西面一点 所以经过包括像上海西站 长峰公园 楼山关路 楼山关路这一站和二号线换成 是大家关注的焦点 它叫初站换成 现在还不能够直接的换成 到了这个桂林路站 也由于这个施工原因 暂缓开通 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槽点 尤其像我是喜欢乘坐九号线的 那到了贵林路 这一站还换不了15号线 毕竟如果能换15号线的话 在这儿能够换很多线的话 还是比较方便的 那一直往下 往南顺着吴京这边 就一直向下了 到南会到紫竹高新区 那中间圆江路啊 这些地方 我去年就看到站体修得不错了 所以整个15号线的运营空间来讲 从北到南 整个连接了珍如副中心 长丰的商务区 南站地区 曹和静 紫竹高新区 等等重要的这个经济区域 串联上海南站西站 所以对完善整个的交通 枢纽交通配套 有很大的作用 而这一次的这个站点啊 确实现在新的站点的这个现代感十足 你看这个站这种远拱形啊 然后边上那种 叫叫他们管这个叫什么 扶墙似的 扶着的扶动去的这个墙 这个然后还有灯光秀 可以有不同的灯光来演示 不同的主题 所以无中路站的这个 是目前的网红车站 如果开通了 还真的应该去看一看 那其他的站点 也有很多有特色的地方 在这里我们今天就 不一一详谈了 期待春节前搭乘 这个15号线 来一个纵横南北的通行 好的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记得点赞评论关注 这个 commanded赞评论关注 本来打消息 请记得点赞评论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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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论关注